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今天是2022年的7月8日周五复盘 那么周开阴包阳长上瘾防变盘 走势而言五分钟二脉成立弱震荡防反向 那么我们来客观的分析多维度情点评 那么对于商中指数来讲的话呢 首先从传统的维度来讲 咱们在最近的这两个月当中 一个是用通道线的视角 就是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构成了趋势支撑 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呢 对应了阶段性的趋势承压 它是水上的上行通道 那么连续三个交易日 它已经是向下去挑战趋势支撑的位置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收盘收在的趋势支撑的下方 从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趋势支撑后面如果说不能快速的向上站稳 那么防范的是向下的颇位下跌 好这是一个视角结合区的支撑 那么呢在上方从3731点位以来 上方的有一个日线的中枢平台 那么传统视角的话呢 前面是有一个平台破位 那么当前反弹也到了平台区的几点 所以说呢咱们在本周一整周的时间 包括上周讲到的3400点上方 风险大于机会 好这是基本的一个观察节点 那么从传统的msd的视角来讲当前呈现的是msd 刚刚史差 所以这个节点的话呢 当前还是保持一定的谨慎 那么我们再从残论结构 残论结构里面的话呢 首先今结合开箭语言 今天周五咱们看一下周开 周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从3731.69以来 一直到2863 他实际上走的只是一个周开的先端下跌 那么从2863点位以来 当前的反弹的话呢 他走的是一个周开的一比上 周开一比上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我们会发现像本周 他是主要上影线 就是本周的震荡是比上周明显在增强 但是呢 他对应了上影线更加明显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音 是一个带有明显上影线的 这样的一个小音星 而且的话呢 是属于阴包阳的一种组法 那么从单纯的周开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一种阶段性的多空平衡 也就是说呢 阶段性的多空平衡 也是即将变盘的一个节奏 那么结合他当前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本身上方的话呢 也是在3400点的上方 本身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的承压 在这个平台承压的几点呢 出现像连续三周来讲 那么呢 平开线上周的话呢 也是一个小阳心 本周的话呢 是一个小阴心 那么呢 连续的平衡 再加上呢 对应的位置 结合位置的一个参考 这个位置呢 还是要进一步防范 接下来会不会周开的一个线下变盘 周开线下变盘的话呢 那么至于说如果说给出周线的呃一笔下的话呢 他可能为调整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以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 当然这一点的话呢 只是一种推演 那么后面观察的一个级点是什么呢 以本周的阳 本周阴线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本周呢 是和上周是一种包含关系 包含关系的话呢 他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只是呢 预示着可能就接下来要选的方向 从周开层面来要选的方向了 那么周开选的方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可以把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 当成一个参照 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呢 想要向上 继续高跟猛进 他需要满足的条件 其实咱们在最近三个交易子都是提及 从形上面来讲是需要什么呢 分歧转移制的带量进攻阳线 这是一个信号 另外的话呢 需要有新的板块能够接力 新的板块呢 能够呈现这样的一个主流 能够带动人气 这两者同时满足 你才能够延续看反弹阶段性的角度来讲 如果说这两者都没有满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结合了上方大的成压平台 结合了当前的多空平衡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要么是以这种阴阳交替的方式 走一个增浪 要么就属于呢 防范的是向下进行调整 每当此时 每当此处 高度警惕 高度小心一定是有必要的 好 这是从周开的一个表达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下周 如果说呢 给新低不给新高 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周开的这样的一个顶分就已经成立 其实呢 本周已经是一个反暴阴线了 反暴阴线只不过呢 本周同时也是给了新高的 所以说呢 他用包含关系来去处理 也就是资金是一种滞涨分歧 以及呢 平衡 即将变盘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分钟角度来讲 分钟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在五分钟层面来讲 咱们在今天上午盘的时间呢 讲到要防范的是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卖点 同时的话呢 若震浪 这个震浪 若震浪怎么去体现呢 咱们用多一性划分 这个多一性划分的话呢 第一咱们前面呢 给他讲的从2863点位以来的这样的反弹 这是一个进入段小A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是一个中第一个中枢大A 这是一个小B段的离开 这是第二一个中枢震浪 大B 好 那么把这一段的话呢 把它当成一个小随段的离开 那么小随段的离开内部呢 有结构 有背词 C和B呢 它们之间也是有背词的 也就是说呢 从2863点位以来的反弹 一到3400点的上方 它的结构是饱满的 结构饱满的话呢 这一段的回词 那么一 如果说以3400 以3424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爱玲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这是走的只是五分钟的 先端下 先端上 先端下 它连一个五 最起码你要观察一个五分钟的中枢构建 就是中枢构建过 最后再回词观察一可能 观察它们之间是否 内部是否有背词 如果说呢 内部有背词 带有明显的抵抗 那么呢 和前面的话呢 组成三更大级别 30分钟级别中枢 那么呢 可能呈现的是一个 机会点 那么一个五分钟走势的话呢 最起码它要在 日开层面来讲 最起码要能够看到 日开的这样的一个 一笔下的产生 好 这是从 以3424点 作为一个爱玲来进行观察的一个视角 好 另外呢 以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作为一个震荡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是属于弱震荡的一个范畴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刚才只是推演的其中之一 如果说呢 内部 如果说是一个五分钟的判证下 空间有限 然后呢 有内部有结构 有背词 那么呢 反而调整之后呢 可能是机会点 如果说呢 一个五分钟的判证下的 离开段和前面没有背词 然后呢 甚至要防范一个五分钟的 有判证发展成为五分钟的趋势下 但是这是后面就要跟了 但是当前的话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像五分钟 五分钟 一类卖点 二类卖点 这个位置甚至呢 这个线下的 线段甚至都不能视为结束 但是呢 如果说 这是一 这是推演的一种啊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以这个中枢 作为一个跟踪基点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到过 多空平衡 三千 三百七十五 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中枢来听看待的话呢 其实当前是可以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个中枢震荡来看待的 只不过呢 作为中枢震荡来去看待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中枢的半分位 中枢的中足 作为一个比较来看的话呢 很明显 这个反抽 一不能突破前面高点五分钟二脉 二 它的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的半分位 是在中枢中足的下方 那么这个位置呢 回落 观察前面低点破一不破 以及呢 它的半分位 其实也是在这样一个中枢的中足的一个下方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把它作为 以这个位置以来的中枢震荡来看 它震荡已经什么 已经是属于去弱的一种表现 那么中枢弱是强 它是每一个次级别的半分位和中枢的 中枢挺比较的 好 这也是咱们前面讲的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 它给你二类卖点 甚至后面的话呢 可能还会出现 类二脉的一个表达 然后的话呢 再去观察离开段和前面进入呢 是否被迟 这是一种温和的一个视角 那么比较激烈的咱们前面讲的 如果说 推落 快速的往下 然后的话呢 反抽不能进入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下一 中枢里面来 那么给出这样的二三脉的一个冲和 这是一种更极端的 或者更弱势的一种表达 当前的做法呢 可以把它一用中枢震荡的视角来讲 中枢震荡是趋弱的 趋弱的话呢 是要防范的是向下进一步的这样 每个调整 第二的话呢 从以三四三千四百二十四点位 作为爱领来讲的话呢 当前这个节点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构建中 就是向下的五分钟中枢构建中 这是一种观察的一个视角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从板块的维度来进行看待啊 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当前非常明确的一点是 例如说像今天 第一 从前期的整个四月二十七号以来的核心的聚焦方向 像能源池汽车方向 当前呢 是属于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人气退潮 好 所以说呢 也会时有反复啊 但是呢 对于汽车类来讲的话呢 前面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分破五军 以及呢 下方趋势线的一个破坏之后的话呢 就是属于高度防范和警惕的 至于说防范警惕过之后面会不会有第二波 你要看他正调整的方式啊 就是风险 要么被化解 要么被兑现 什么叫兑现呢 如果说他走了什么 走了一个带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回落 回落的话 内部有结构有被迟 然后的话呢 调整就要充分了 后面又出现新的一些政策的 包括呢 像一些技术层面的资金层面的一个公正 你再把握他的机会点 这是一种风险被兑现 就是风险被释放 另外一种风险被化解 是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 回落下来 反仇回落 他购入一个大的增长平台 而后的话呢 把前面这一段呢 当成新的进入段 然后勾住一个更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的话呢 横得住再往上选择方向 就是呢 不管哪一种最起码的话呢 你在当下的基点 更多的什么呢 是谨慎的 而不能去追高 即便把握的话呢 更多的也是从部长的逻辑 有意义之深的一个视角 好 比如像无人驾驶也好 包括了像光伏 其实呢 反弹当中呈现一定的背词 以及呢 有一定的人气的退潮 结合了量能来去看 也是非常清晰的 好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个 从金融权重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不管是像建筑猪肉 还是像金融地产等等 他是属于交替有表现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轮动 从不管是从成交量 还得从他的一个技术表达来看的话呢 缺乏就是当前市场呢 是缺乏能够取代新能源 或者取代汽车类的这种新的主流 新的热点 新的方向 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的 而最余是呢 对于汽车能源这方向的话呢 已经反弹 单边反弹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基点 他是有一定的人气的 人不管是人气的推潮也好 技术性层面的一种调整也好 或者震浪也好 最起码要多观望 这个位置不适合再去追 好 这是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那么然后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那么在接下来 包括呢下周 一直呢 从现在一直到7月 呃 的最后一周 就是呢 如果说呈现周开的一个变盘节点 的话 可能后面 他会成当 呈现一种震浪或震浪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么在震浪震浪下的格局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呃 教技术水平没那么高那么呢 前面的话呢 有把握一定要做好利润保护 如果说呢 哎 还想要去参与 想要驾驭机会一点的话呢 更多的在整个七八月份可以多挖掘一些位置不高 但是呢 业绩良好或者是业绩有惊喜的业绩呢 因为在整个七八月份有一个确定性的事情就属于很多很多的企业 他会呢 公布二零二二年的年报预期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他是机会与风险并存 有些呢 可能会给出惊喜 有些企业有些 个股的话呢 也要防范有爆雷的可能 就是呢 趁着四月份五月份 就是趁着呢 趁着五月份六月份反弹这一波之后 如果说有的 个股或者有的企业 业绩呈现的是一种爆雷的 那么呢 防范的是防范的是后面 防范的是一些散崩的可能 所以说呢一定要擦脸眼睛 就谁呢 补涨加上了业绩之身 然后的话呢 用注意节奏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保警惕的去跟随警惕的去把握 不用什么呢 至于说主观上面呢 乐观还是悲观 其实呢 接主观更多的话呢 是如实去观察 如实去分析 客观去应对 好 这是咱们今天 扑盘的一个内容 就是呢 阵一阵调一调 后面呢 挖掘一下业绩之身的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对于什么 当下来讲 或正或调 谨慎一点 没有错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